师兄你没事吧 小师弟 师兄对你那么好 为何要选择背叛 为何背叛 等邪神大人降降 师姐你就是我的了 师妹 您快走 不 师兄 我们一起走 还真是情深义切 请邪神降 真是没费 那么多年了 我终于还是记录到这个世界 不愧是盘古族 开辟出来的世界 等占据了他 武的力量将会 突破到更高的层次 有没有兴趣帮助武长 就像师弟一样 被你拥而撒之呢 你们和他不一样 对于这种 忙恩负义的东西 只不过是利用他罢 答应了个提议 你俩不仅不贵死 甚至还能继续在一起 师兄 别答应他 以武指责借 和田地之遭化 和田地之委 硬帝转散河 你封了后长 用自己一顺瓦的一根基 就为了封印这片天地 我绝不能压你哥 好 见你哥 师兄 这一段记忆 这事 看来你还没明白 看看你的丹田吧 世界核心 他怎么会在我的体内 事实上 他本来就是你的 走的 你的朋友们就在外面 你不打算再见见他们 等待了那么多年 付出那么多代价 却仅仅只见他一次 你甘心吗 他终究不是他了 见过一次就够了 见多了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当初要是像你这样撒脱就好了 世界核心离开 我们这方世界终究要回归红红了 我们困在这个世界 虽然能够无忧无虑地修行 但终究无法乘上 大罗已经就是终点 这一次出去 我便能直接突破到准圣局点 很不错了 不过和他比起来 我们还是差得很多 我们从来都不是孤单一人 不是吗 是呀 这条道路上 有无数人陪我们一起走 王莽你这经历可真是玄化 若是我没猜错 这应该是你前世的记忆 很有可能 不然那老头为何煞费苦心 就为了给你练就一身混沌门 王莽啊 你的前世不简单啊 我也很好奇 前世到底是何省份 关键是 邪神的出现竟与我有关联 想那么多做什么 走一步看一步 既然东西已到手 是时候回去了 我的时间不多 你们这些小家伙 得得尽快让人倒苏醒 忽然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红军啊红军 你坚持了那么久 不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 你放心 不会让你看看你守护了那么多年的凭荒 被武改成幽灵烈云 哼 你还不灵白买吗 生命拥有着无数种可能 当你想看他的手 他爆发出来的力量 并会让你穿梦结实 没意思 又是这种邪不胜正的理论 那么多年了 你也没点心先满意 或许是即将脱困掌控天堂 邪神的心情好了很多 说话间也没那么多的锐 那么多年了 我俩也没好好交流过 我一直想问你 你为何非要吞噬头光呢 当然是为了变强 武之一组想要变强 靠的就是吞噬世界 消化天堂 明无法则 怎么 要不如把你改造成物之一组 让你感受一下 哼 那还不如让我去 是吗 或许到时候你就不是这样想 主人 宝物就在那了 云文乌钢 这地方怎么会有这东西 那是什么玩意 云文乌钢乃是一个世界的金之本源所化 哪怕只是一点粉末 就能让它造的法宝威力大增 不从 这么多 我听说但凡天才地方 都有一兽看护 不错 和他万生的乃是一种 叫做云文兽的一兽 实力孔在金心之上 溜了溜了 把小命搭上不值得 想要这东西也不是没有可能 还有办法 你咋不早说 此种一兽虽然血脉不凡 但对音律甚是喜好 你们若是能够把握住 未必没有机会 音律 这我不会啊 对了 选得你会 我会可急 不从 玄德啊 你这就不厚道了 接着奏乐 接着舞 不是你名言吗 我就嘴上念叨 你看我何时无故 还真没见过 哪众谋你来 我也就会个吉儿 你叫我喷你绝对再喊 哼 忧吓 孙权小儿 给你两个事故 咋跟你曹伯伯说话的 打住 打住 能听我说一句不 你们是不是把龙头给忘了 啥东西他没有 不从 你不说我还真给忘了 龙头出来 你们几个有啥是快点说 本龙忙得很 呀喝 许久未见 龙头你这口气变得不小啊 耶 孙十万也在啊 咱们不找静静了 沃曹 龙头你可别给我胡言乱语啊 啥玩意 静静 孙十万厉害啊 这么快就有相好了 闹贼 尿贼啊 别忘了介绍给你曹伯不认识下 曹贼 你大爷的 人你很久了 咋的 还想干一架不成 来就来 怕你不成 刘皇叔 你不去劝劝 他们在曾经游异 我们先办正事 龙头 给我们来个最牛掰的印象